完全干了以后才可以 好,这三花完了 下面是点树 把这个树点一下 调一个淡墨 笔筋调一点点中等墨 就是点树要有墨色变化 这后面一组树 笔筋调淡墨 笔筋调一点点中等墨 笔筋调浓墨 但是笔上的墨色是要有变化的 这样散开点 散开点以后这个墨色 你看一下墨色 如果深了 等一下就加水 再调淡一点的 如果是浅了 等一下就加一点墨 调深一点的 让这里点出一个墨色的变化来 现在我这个墨色呢 是全向于重一点的 好 然后散开 这样点一下 沾水 调一调 再点 这个就淡下来 而且会出现这样的 墨色的不同的变化 这样淡了一点 它有点还没完全干 它会盛开 点完了以后不够 然后再调整 再调深的 或者是浅的 但是永远不要点出浓墨来了 因为这个树在前面 再调整 这是一组树 然后这里还有一组树 这个前面的树呢 比后面也是要重一点 先调一个中的墨 中的墨 先填起来 还是重成墨 还是重成墨 再调整吧 再调整 中的墨 好,鼻沾一点水,中的木开始变化 往后点,就淡一点,鼻沾一点水,调一调 调一个淡一点的,这个树 这个周边也点一些 大一点的模式 然后调一点点浓墨点 给它干了在那里点 稍稍浓一点 中等片浓的墨 也不是不能跟这个树一样的 中等片浓的墨 我们在这 中等片浓的墨 在这里点一个树 中文字幕组 小了一点 中等片浓的墨 中等片浓的墨 把房子前面点一下 这样 也就可以 大大小小 有趣有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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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是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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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干一下 调一点点浓的 把这个山顶 调一个中等片浓的墨 一件一件条浓墨 一件条浓墨 大半盖 可以了 把这个山顶上 太色不能点 太色顶跑掉了 颜色跑掉了 还可以 点在山 外几条树线 表示上面的树 这个木 这个木色要有一点点变化 可能是全是浓墨 调中等片浓的墨 然后笔尖调一点点浓墨 然后点 点的时候有浓大 也有稍稍大一点的 调中等片浓的墨 一个点第二个 把几个 树线表示上面的树 然后还是和刚才这个一样的 小中等片浓墨 点 点 有蜜有俱 有善 有蜜有俗 有龙有淡 有龙有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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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在这个树叶上面 再加一点 有的是最前面的树叶 加一点浓的 干了以后点 感谢观看 木口就 基本上画完了 还有一个水的倒影 看一下 很淡很淡的墨 看一下这个水的倒影 看一下 有点 有点 和他对称 两个 再调浓一点 中等皮疗 与 跟他相反的方向 一会儿 再调浓一点 感谢观看 好,今天这个木杆就打完了,我们看看完整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